欢迎收看白宫意见之特朗普二度遭到暗杀未遂 特别版我是张经义 短短两个多月前特朗普遭遇暗杀未遂 耳朵被击穿 时隔九周特朗普再度遭到暗杀未遂 而地点是发生在塔佛罗里达州的高尔夫俱乐部 虽然很多事发的细节依旧不明 但是就我采访特朗普四年总统任期的经验 我应该可以这么说 这次的凶险不止对当地的状况了如指掌 对特朗普的作息甚至是不公开的行程 也掌握得相当透彻 这个很蹊跷 我稍后会解释 这和第一次暗杀未遂的事件十分不同 当时的暗杀事件发生在外地 而且是人尽皆知的公开行程 也就是在选举造势的活动上 但是这一次却是一个紧密掌握特朗普动态的凶险 是特别的值得关注 而白宫意见从来就不是只翻译新闻 告诉观众美国所谓主流媒体的一个看法 我会谈的不只是新闻的表面 还要带你深入事件的背后 那这一期我也要解析 政治暴力频发 现在的美国究竟是怎么了呢 此前我们在共和党大会和民主党大会 大量采访了两党加起来几十名的支持者 都已经在我的问答栏目里面完整的播出了 那会员朋友们也都提前更全面的掌握了美国的现状 那这一期呢我也会节选其中两个人的采访 让你一窥美国的真实现状 特朗普的支持者是怎么想的呢 而反对特朗普的民主党人又有什么深层的恐惧呢 先说明一下我录制这一期的时间呢 是在特朗普遭遇暗杀未遂之后短短几个小时内赶制的 是在美国东部时间呢9月15日周日的傍晚的时候 因为是希望第一时间为观众来分析 所以我对于这个事件的掌握程度呢 也就只有到这个时间节点而已 你在看到这一期的时候呢 相信更多的细节呢已经出炉了 那我感知这一期的目的呢 一是想要分享我采访特朗普总统任期的经验 第二呢是为你解析美国为何政治暴力频发 好这是我想要事先说明的 那就目前我所知道的呢 事件是发生在美东时间15日的下午2点前 当时呢特朗普正在他位于佛罗里达州的西棕榈滩高尔夫球场打球 那当时特工呢发现啊 有持枪者躲在树丛里 将AK-47的步枪呢伸出反里 那当时呢枪手距离特朗普是不到500马 大概是457米左右 而AK-47步枪的射程呢也在这个范围左右 总之呢特工啊当即呢朝枪手开枪 枪手逃跑 那特朗普呢也很快被送上了高尔夫球车 被带到了安全的地点 然后枪手逃跑之后在公路上被逮捕 不过呢这个细节啊就有点妙了 因为照警方的说法呢本来恐怕是逮不到凶险的 幸运地我们能够找到一个警察 来到我们来说 嘿 我看到一个人跑出的洞 他跑进了黑的Nissan 我拍了一张照片和车 很棒的 所以我们把这些资料 在现场呢凶险呢留下了两个背包或者是带子把和一个运动相机 似乎呢是试图啊要记录下行凶的过程喔 因此呢美国联邦调查局FBI呢是朝着有明显的暗杀击的 企图来进行调查的 那不少媒体呢是报导凶险呢是现年58岁的鲁斯 据报导呢他有多次被逮捕的记录啊 从他在社交媒体上的推文看呢他应该是反特朗普的极左派的分子 不过呢他的账号啊已经被封禁了 那我们记者们呢是在下午三四点左右陆续收到了特朗普阵营发出的信件 内容看来啊是由特朗普所述的 他说呢我附近啊有枪声在谣言失控之前呢我想让你先知道这个 我很安全一切安好 然后呢他说啊没有什么能够让他呢慢下来他永远不会投降 信件的最后呢是募款的链接哦点进去呢里面多写了几句话 重点的一句话是这个世界上有些人会不惜一切的代价来阻止我们 这句话很关键哦等一下啊会谈到哦 然后呢我们记者们呢也收到了来自白宫的信件 内容呢大概是拜登跟哈里斯呢都被告知有此事 而哈里斯在社交媒体上面表态他很高兴特朗普安好 并且说呢美国不能容忍暴力 这些呢是我在截稿前所能够掌握到的 然后我就要谈谈我的采访经验了 比较值得关注的一点是呢凶险啊对于特朗普行程的掌握程度 因为呢特朗普在这一天呢周日是没有造势活动也没有公开行程安排的 所以他的行踪呢照理说应该是不明哦 当然啦就我们过去的采访经验呢特朗普一般啊是选择在周末回自己的高尔夫球场度过的哦 不是在新泽西州的高尔夫球场就是在佛罗里达州 重点是呢特朗普啊在佛罗里达州可是有三个高尔夫球场的 他会出现在哪一个高尔夫球场呢还真不好说哦 能够猜测的一个指标或许啊是看呢有大量特工出现的一个地点 但是特朗普会出现的一个时间呢 这个还真的是要熟知特朗普作息的人呢才会知道的哦 在事发之后呢仅跟特朗普的美联社的一个报导是 特朗普通常是在早上打球打完之后呢在球场的俱乐部吃午餐 那掌握到作息以外呢还要知道特朗普在哪个时间点会出现在哪一个球洞 那根据警方的说法呢凶贤是在特朗普相当接近的时候呢伸出枪支的哦 也就是在500米以内 地点呢是在第五洞跟第六洞附近 这里来到一个重点哦 根据警方的一个说法呢 第五洞跟第六洞啊是维安比较脆弱的一个地点 然后我看了一些媒体的报导 原来啊这里呢是高尔夫球场距离大马路最近的一个地点 过去呢看这个六七年前的新闻哦 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CNN的摄像机呢 就是守在这拍摄到特朗普打高尔夫球的影片哦 这六七年前的新闻呢还特别写着CNN独家拍摄 当时呢我就在想那时候特朗普还是美国总统 而且呢是在最高层级的维安之下摄像机还能够远远的拍到 那假如说假如哦在那个地点的不是摄像机而是呢 我以为特工会马上把这个盲点给堵住 不过呢这么多年过去了这个盲点呢显然一直在那 重点是呢凶险呢是如何知道那里有这么一个盲点的呢 接下来呢我想要谈谈美国政治暴力为何会越演越烈 这里先放一段我们在民主党大会所采访到的民主党人 一位反对特朗普的人的说法 然后呢这里我要放特朗普强烈拥护者的说法 你可能会因为他的说法而瞪大眼睛哦 不过我要告诉你的是 有这想法呢在特朗普的支持者当中呢不是少数 Donald Trump's campaigns and the rallies it was always the greatest show on earth he's a master showman Donald Trump is our first rockstar superhero president he's the real life Tony Stark he's president and iron man but now it's not fun anymore it's serious i mean blood has been shed the democrats i predicted this i wish that didn't come true i predicted that with all the evil they have tried the lies the made up charges the accusations everything all the day all the all the things they try to do to stop him i knew when nothing else worked i said they're going to try to assassinate him and now they have and the democrats tried to assassinate him i was watching msnbc about a couple months ago and hillary clinton was on she was being interviewed by cnn and she was talking about how wh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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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iden is reelected she wants to work with him to round up the rest of the maga people the people who were there on january 6th and these people that wear the red hats and put us in re-education camps to to deprogram us deprograming camps concentration camps and i swear to you hillary said here's an example of the kind of lunatics that worship donald trump and think he's god and she points to a big screen and it's me it's my picture at a trump rally cheering with holding a trump sign over my head i feel that my life is in danger i'm not just voting for donald trump to save america i'm voting for donald trump to stay alive they almost they tried to kill him but as he said they want to kill me they want to kill us and we're fighting for our lives it's not fun anymore 其實這也能夠呼應到剛剛所提到的特朗普所說的 這個世界上有些人會不惜一切代價來阻止他們 這個是特朗普在競選的時候一再釋出的信號 那從這裡我們也能夠一虧美國兩黨人 其實除了分歧嚴重甚至已經到了難以信任彼此的一個地步 失去了信任就代表著基本上矛盾已經難以調解了 再加上美國槍支嚴重氾濫 3億多人有4億把槍全球第一 美國人均擁槍比內戰嚴重的野門多上了一倍 那後果就是政治暴力越來越嚴重甚至成了新常態 會說是新常態是因為你在看到特朗普遭到第二次暗殺事件之後是大膽震驚 認為這種事怎麼可能再一次發生在美國呢? 還是會覺得政治槍支暴力事件再一次發生在美國恐怕只是早晚的問題呢? 最後呢我覺得有必要談一下事件發生之前 特朗普跟哈里斯都做了什麼 這個也很能夠反映出美國的真實現狀 那我們都知道呢 在特朗普跟哈里斯辯論之後啊 美國巨星泰勒斯威夫特呢 也被稱為美美的他呢 是宣布支持哈里斯 當時第一時間 特朗普在接受福克斯採訪時是說 斯威夫特會為支持哈里斯付出代價的 然後今天就在暗殺事件前 特朗普突然沒來由的在他自己的社交媒體上推了一段話說 我恨泰勒斯威夫特感嘆號 沒了 對就這麼一行字喔 特朗普是想要向他的支持者表達什麼呢? 未知喔 我們已知的是上個月斯威夫特呢 才因為恐怖威脅取消了三場演唱會 那這是特朗普那一邊喔 那哈里斯這一邊呢 我們記者們在當天稍早前呢 都收到哈里斯陣營寄出的信 內容大概是呢 在2012年啊 美國桑迪胡克小學槍擊案當中呢 當時啊 倖存下來的小學一年級學生呢 將在今年第一次參與美國總統大選的投票 這美國大規模槍擊的悲劇呢 我印象相當的深刻喔 當時呢我在跑奧巴馬的白宮的新聞 那所小學呢 突然爆出來有18名小學生被槍殺身亡 當時呢 奧巴馬在講到這些來不及長大的孩子的時候呢 流下了眼淚 我至今呢記得那一幕 如今12年過去了 倖存的一年級小學生們都變成了成年人了 然後呢 12年之後 美國成了他們長大之後 希望看到的那個 美國了嗎 謝謝你收看這期感知的白宮意見 平安 未经许可,不得翻唱或使用